欢迎继续收听由自今故事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69章 唐三威教授 只是运气而已 实力是自洁的 他并不需要别人相信什么 戴木白将唐三等新来的四个人的名字以及武魂也都告诉了马洪俊 至于唐三的真实实力 他也并没有解释太多 只是暗示马洪俊 最好不要去招惹他 介绍完毕 戴木白继续说 大家以后都要在一起生活修炼 称呼呢也没必要太过拘谨 加上你们新来的四个人 学院也一共才七个人而已 小傲和胖子都叫我戴老大 因为我年纪比他们都要大一些 你们叫我木白就行了 马洪俊呢 就直接叫他胖子 奥斯卡那家伙呢 你们叫他小傲或者大香肠叔叔都行 诶 唐三 我以后称呼你小三如何 唐三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没意见 对于这个史莱克学院 虽然接触的还不多 但他却已经有了几分归属感了 戴木白 奥斯卡 马洪俊 这三个学员各有特定 但却都不招他反感 不等戴木白收到自己 宁荣荣爽快地说 你们叫我荣荣就行了 我的亲人和朋友都是这么叫我的 他的笑容一直都挂在脸上 简单的一句话 无形中拉近了与众人的距离 小五的称呼自然是不用变的 当戴木白的目光 看到忠竹青身上时 忠竹青却站起身 我吃饱了 说完转身就向外走去 马洪俊有些惊讶地 问向戴木白 大老大 你不是号称女人群中无往不利吗 号称少女沙少吗 怎么这个新来的亮妹 连看都不远都看你一眼呢 戴木白一脸苦笑 摇了摇头 却并没有解释 唐三向戴木白说 戴木白 我们都是新来的 给我们讲讲 学院里的规矩和课程吧 戴木白勉强将自己的心思 从朱竹青身上收回来 说 学院没有什么特别的规矩 简单说来呢 就是不能奸淫掳掠 但是鼓励战斗 鼓励赌博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色笑容 怪物学院果然不会是怪物学院 连教学方法都和诺丁学院 大不相同 戴木白解释出 老师们认为呢 战斗是最好熟练自己武魂的捷径 增强实战经验极为重要 而赌博呢 是心理的博弈 对于增强心理素质 增强自身观察力 还有判断力 都有很大的好处 当然了 一切都要适可而止 简单来说呢 战斗不能杀人 赌博别把裤子梳掉 就没问题 至于课程安排嘛 以后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课程 随时都会出现变化 毕竟我们只有这么几个人 老师的数量 甚至比我们学员还多 所以呢 学院会根据我们的 个人情况的不同 调整课程 而今天的课程 我却可以肯定 最重要的一项就是 收钱 学院每年的学费 是一百个金币 对于你们 都是大魂师级别的魂师来说 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听戴木柏说到这里 小五忍不住插眼说 大老大 你昨天说学校很穷 可学院为什么会穷呢 我们遇到的几名老师 都有六十多级的 七十多级的 按照级别来看 他们能够从武魂殿 领取的补贴 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 支撑这么小的一个学院 应该不算什么吧 按照小五的推测 魂师的补贴是 一个月一个金币 大魂师是十个金币 到了魂尊就应该是一百个金币 魂宗是一千个 魂王一万个 魂帝都应该是 一个月十万个金魂币了 更不用说 昨天他们面对的赵无极 那可是魂圣的存在 一个月一百万个金币 想想都是一个吓人的数字 戴木白摇里摇头 说 要是像你说的那样 学院当然不需要担心 什么收入问题了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武魂殿给的补贴 都是由帝国布款 由武魂殿代发的 补贴只给到魂尊级别 每个月领取一百个金币 就像我现在这样 而超过魂尊级别后 不但补贴没有增加 而且还会消失 也就是说呢 包括魂宗在内 魂宗以上的魂尸 是无法从武魂殿 领取任何补贴的 你们每个月到武魂殿 去领取补贴的时候 都会有魂力的测试吧 那就是在确定 你们的魂力 是否超过四十几 一旦超过四十几 补贴将会立刻停止发放 这次连唐三 也不禁好奇了 为什么会这样 魂尸实力越高 按说越有价值才对吧 感慕白说 但是这要从实际出发 魂尸虽然是个高贵的职业 真正的魂尸数量也不多 但却依旧是一个 不算太小的群体 你们应该也计算过 如果按照补贴的比例 来发放的话 到了魂胜级别 一个月领取补贴 就是十万金魂币啊 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万金魂币 那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字 都不用说别的地方 如果按照我们学院老师们的实力 来领取补贴 如果帝国全额发放的话 我们学院老师们的收入 一年就能赶上所托成 十分之一的全民总收入了 那是何等庞大的数字 而在整个帝国 高等级魂尸数量虽少 但按照这样发放补贴 也足以将整个帝国拖垮了 因此帝国规定 补贴发放呢 只是鼓励和帮助 低等级魂尸进行修炼 以尽快地提升实力 但到了四十级以上呢 就算是相当强大的魂尸了 完全可以选择向帝国效忠 或者是加入军队 那样的话帝国将会发给相应的报酬 当然了 魂尸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投入某些家族 也是能获得不菲的收入的 说到这里 戴慕白脸上流露出心佩的神色 而我们学院的各位老师 都是不愿意脱避于任何实力之下的魂尸 也就是说 在学院成立之前 他们都是走单帮的 他们喜欢自由 厌无束缚 甚至连帝国给予的爵位 都不屑一顾 你们想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能有什么收入呢 小五问 为什么不愿意获得帝国提供的爵位呢 有了爵位 似乎也应该有一定的收入吧 我记得三十级以上 就能获得帝国家缝的男爵爵位 四十级是子爵 再往后就没有了 宁荣荣替代木白回答了她的问题 接受了帝国的爵位 也就有了为帝国效忠的义务 一旦发生战争 在帝国的征兆之下 作为帝国的贵族 就必须要遵从帝国命令 前往战场 贵族的头衔虽好 但同样也是一道制约的紧箍咒 很多强大的魂师 都不会接受贵族的头衔 贵的就是 不希望随便为一方势力卖命 正在这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当当当的声音 代木白赶忙站起身 说 这是院长召集我们的钟声 胖子 你带他们直接到大操场去 我去叫竹青 说完 快步离开食堂 马洪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嘟囔地说 但老大 所谓变得有点不同了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以前 这么在乎过一个女人 宁荣荣扑制一笑 说 你才多大 还女人女人的 马洪俊哼了一声 自豪地说 我年纪虽然不大 但怎么说也有过女人 快走吧 院长可不喜欢别人吃到 说到这里 他的身体似乎还打了个寒阵 显然是曾经吃过亏的 当四人来到大操场的时候 睡眼朦胧的奥斯卡也已经来了 手上还拿着一根自己制造出的香肠在吃着 奥斯卡的样子发生了巨大变化 主要就体现在他脸上的胡子没了 看到他的时候 唐三差点认不出 刮掉胡子的奥斯卡完全变了样子 之前马洪俊曾经说过 戴木白和奥斯卡都长了一张婊子脸 那明显是极度的言语 此刻唐三才明白 马洪俊羡慕的是什么了 戴木白就已经非常英俊了 尤其是那双双瞳邪谋 更是很容易产生新引力 但是单论夏茂而言 他却是依旧不如眼前没了满脸落腮胡子的奥斯卡 桃花岩眼窝深陷 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 面如冠玉英俊而和谐 粗细适度的双眉 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 当然就算是再英俊的贵族公子 手里拿着一根香肠在那里啃 那样子也不会太好 你的胡子 唐三走到奥斯卡身边站定 忍不住只能指她的脸 奥斯卡黑黑一笑 快速把手中香肠吃掉 低声说 这不是新来了几个美女吗 不弄得精神一点 怎么让她们注意啊 这方面你就没经验了吧 但老大明显看上了那个冰冷冷的丫头 小五是你的 胖子那一身邪火可不吸女孩子 所以我的目标是宁荣荣 你不会跟我抢吧 唐三拍了拍自己额头 请问你今年贵更啊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说 十四岁啊 怎么了 我八十四岁的时候都有我了 唐三突然发现 如果要考验心理能力 来史拉克学院 果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先不说老师 这些学员 个个就都是怪物 哪怕是自己 不也有着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暗器绝学吗 戴木白带着钟竹青也赶来了 钟竹青明显是和他保持一定距离 而戴木白的脸色也明显是很难看 奥斯卡幸灾乐祸地笑道 看来 戴老大又碰钉子了 他那泡妞无往不利的手段 这次可要吃扁了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一个中年人 从操场的另外一个方向 走了过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